来我们讲一下876个考虑 光速比生速快 首先我们明白 这是一个客观真理 什么叫客观真理 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你比如说 太阳从东方升起啊 西方落下呀 光速比生速快呀 这些都属于客观真理 那么客观真理怎么办呢 用一般现在时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客观真理我们都使用 一般现在时 那你看光的传播速度 比声音要快 光可数吗 不可数 那这个传播我们用travels 旅行 旅行 faster是比较急 和什么比呀 和声音比 光的传播比声音就要更快 能理解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客观真理 在我们中考的时候 非常愿意出 877 有一些蔬菜 在面条里吗 我们看这个题的考虑 首先 一些蔬菜 蔬菜可不可数呢 在面条里 面条里应该怎么说呢 想好啊 首先老师告诉大家 蔬菜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而且 这是一个 一般疑问句 大家看不看到 出现了一写 这个一写 是在肯定剧中出现 以便否定句 或疑问句 サム记得 一定要改成 爱你 一定要改成爱你 因为这个不是请求 也不是 wood like句式 也就是说 它不属于 我们以前讲过的 特殊情况 那么 怎么办呢 サム 别忘了改成爱你 这个注意 然后我们看题 有一些蔬菜 在面条里吗 既然你是 有句式 一定是雷儿臂 雷儿臂 加某物 加某地 那么这里面 是有一些蔬菜 你蔬菜是可数名词 是不得用啊 然后呢 以问句 把サム改成爱你 然后呢 蔬菜可数 再一次 在面条里怎么说呀 in the noodles 面条为什么再一次 因为面条 是一个可数名词 面条是一个可数名词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以 这句话所考察的 就是关于 蔬菜的可数性 和サム 便以文句 需要改成 爱你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会 学会了吧 这是一个 一般以文句 必动词提前 第878个考点 我想要 牛肉西红柿面 看好啊 第一个重点 想要 第二个 牛肉西红柿面 它属于三个名词里用 看见没有 牛肉是一个名词 西红柿是一个名词 面条是一个名词 怎么用啊 牛肉也好 西红柿也好 它都是做定语 定谁 定面条 那么你倒记住啊 英语中 多个名词里用 我们变副数 只能变最后一个名词 而前半的名词 保持单数 牛肉不可数 原形 西红柿可数 也要保持单数 因为它属于 名词联用的问题 那你看题 Beef 不可数 西红柿 可数 面条 可数 但是 三个名词联用 定语 定语 被修饰词 对吧 多个名词联用 变副数 只能变 最后一个名词 而前面的名词 保持单数不变 这个规则 可以千万记住 多个名词联用 变副数 只能变最后一个名词 前面的名词 用单数 做定语 前面的名词 做单数 用定语 做定语 为啥呀 因为你做定语的词 因为你做定语的词 没有副数 这块大家一定要懂 来看题 口语中的想要 我们用 would like I would like beef and tomato noodles 我喜欢 牛肉 西红柿面条 面条我加了一个s 说明我已经变了副数 面条我已经加了s 说明我已经变了副数 I would like beef and tomato noodles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我们英语中 多个名词联用的一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明白老师那意思吧 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非常经典的 而且我们还讲了一些特殊情况 大家记得不 当你前面这个名词 是男人或女人的时候 同时变副数 这个得会有 你比如说 老师举个例子 两个女老师 你先把女人改副数 然后你再把老师改副数 看到了吗 两个女老师 比如说 两个男医生 你先把男人改副数 再把医生改副数 老师再说一遍 英语中 多个名词联用 变副数 只能变最后一个名词 但前面这个名词 是男人 或女人的时候 同时变副数 这道题 是一道中考原题 原题 所以咱们同学们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这道题 第879个点 你想要什么种类的面条 这是干嘛的呀 就种类体温 首先 首先 就种类体温 我们的疑问词是 what kind of 一定要记住 有一个of 必须得有 我再强调一遍 就种类体温 一定有一个of 然后加名词 然后加一般疑问句 这个大家一定要懂 一定要懂 what kind of 加名词 加一般疑问句 这个 是就种类体温的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这个of 很容易丢 大家记住啊 那你看 你想要什么种类的面条啊 那我们就可以写了 what kind of noodles 什么种类的面条 would you like 你想要 这不就完事吗 很简单呢 what kind of noodles would you like 你想要什么种类的面条 就可以了呗 明白了吧 非常重要啊 好了 我们继续 我们想要米饭 土豆腐套餐 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时候 经常有那种套餐 什么套餐呢 就是有米饭 有豆腐 它们组合到一起 形成一个套餐 明白了吧 那你看 那你看 我们想要米饭 豆腐套餐 首先 想要 是wood like 缩成什么 缩成pd like 缩成pd like 中文就是 想要 那么你这个pd 是wood的缩写 你和主语 一起联用 都可以啊 任何一个主语 都可以和wood 产生缩写 构成wood like 那你看 我们想要 米饭 豆腐套餐 怎么写呀 主语是我们 然后是wood like 你们需要记住一个事啊 wood like 剧情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没有人称 和时态的变化 记住啊 也就是说 他没有人称变化 也没有时态变化 总这么写 wood like 我们就缩成pd 这个pd 和主语之间 产生一个缩写 这个pd 和主语之间 我们产生一个缩写 这就可以了 难吗 一点也不难 一点也不难 打主语 听就行了啊 然后我再看 那说呗 我们想要米饭豆腐的套餐 那主语是我们 然后是wood like 这句是 他接名词 直接接 我要说成 带豆腐的米饭也行 我要说成 带米饭的豆腐也行 都行 那么 我们想要大米饭 什么的大米饭呢 得带点豆腐的 带豆腐套餐的 那么你自己是干嘛的呀 借此短语 做定语 修饰这个米饭 那你还可以咋写啊 wood like 先写豆腐也行 带着米饭的豆腐 给你送碗米饭 点个豆腐送你一碗米饭 点个米饭送你一份豆腐 这个都是属于 借此短语 做厚实定语 他俩之间 你先写谁都行 你要把米饭当做宾语 可以啊 用带豆腐的做定语 修饰米饭 你要把豆腐当成宾语 行不行 行啊 带米饭的 修饰豆腐 都可以 你随便 怎么都行 啊 881个点 他想要一些苹果 那么这里面注意 老师给你们 正式的 非常详细的 讲解一下 乌德莱克句式 啊 大家注意收听 第一个首先 你学完一个单词之后 你都不清楚 它怎么用的 你学啥呀 首先你要了解 这个单词怎么用 它的用法有哪些 然后你才去纠结 这个题怎么做 你连这个单词 最基本的用法都不会 你咋学呀 乌德莱克怎么回事 没有人称 时态变化 我不管你什么人称 什么时态 乌德莱克就这么写 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能不能听懂 第二个 接名词 直接接 接动词 用突动 能不能理解 两种情况 如果你要接名词 你就直接接 如果你要接动词 你直接突动 很简单吧 第三点 乌德莱克句式 便以一文句 你把乌德 直接提到句首 就可以了 第四点 便以一文句 如果出现SUM 千万记住 不要改成I你 你们千万记住了 不要改成I你 第五点 他的肯定回答 否定回答 是重点 我再强调一遍啊 考试出题 就考证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乌德莱克 接名词 和接突动的时候 便以文句之后的 肯定回答 否定回答 没有一年考试不出的 年年都出 你们可以千万记住 你看这个题 他想要一些苹果 这是主语吧 那有人问 老师你 乌德莱克 咋不加S呢 他不可数 我加什么S 他不可数 我加什么S 他没有人称 时态变化 我怎么加S 他又不是名词 他也 他也不是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十一动词 乌德莱克 是没有人称变化的 没有时态变化的 我变什么 负数啊 所以他老师 你变负数 这不叫负数 如果是十一动词 他叫单三 明白吗 同学们 这个叫负数 啊 动词 你只考虑 人称和实态的问题 啊 你只考虑 人称和实态的问题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 明白吗 这个你只考虑 人称和实态的问题 其他的 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不用管了 他想要一些苹果 wood like some apples 他想要一些苹果 这个wood 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 没有人称 实态变化 啊 同学们 嗯 下一个 有一些肉 在西红柿 鸡蛋汤里吗 这是我们第882个烤点 那这个烤点是干嘛的呢 你注意看 这个烤点是干嘛的呢 首先注意 tomato 西红柿 还要注意什么 鸡蛋 还要注意什么 汤 我的天哪 三个名词的用 一二三 哪个是中心词啊 汤啊 什么汤啊 西红柿 鸡蛋汤 你这个西红柿 和这个鸡蛋 都是修饰汤的 所以你是定语 老师刚刚讲完 名词做定语的时候 没有服输 老师 我妈妈在这个汤里面放了十个鸡蛋 十个西红柿 那也没用 你就是个单数 为什么 因为你属于名词连用 做定语 修饰谁 修饰汤 所以西红柿 我们虽然是可数名词 但是不能用服输 鸡蛋是可数名词 不许用服输 汤不用形式了 sup 不可数啊 所以这里面再次强调 多个名词里用 我们变服输 只能变最后一个名词 你就记住 前面的名词 我讲过 如果是男人或女人 同时变服输 如果不是这个点 大家就不用管了 一定要记住 还有一个特殊强调 sup 这个是运动 运动这个词 想加名词 一定要加一次 这个同学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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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来看吗 有一些肉 在西红柿 鸡蛋汤里吗 那么 又出现一个有 什么趣事啊 李儿毕 主语是谁啊 肉啊 同学们 看 有一些肉啊 李儿毕 加某物 加某地 哪块有肉啊 西红柿鸡蛋汤里 所以 所以 这是李儿毕剧情的 一般疑问句 怎么做呢 必须思前移 Is there 一些肉怎么说呀 any 为啥呀 疑问句吗 把some改成any 肉为什么不咬咬咬 不可数啊 在西红柿鸡蛋汤里面 在什么汤里面 我没用印 为什么加柯德 不是所有的牛肉 不是所有的西红柿鸡蛋汤里面 都有肉的 明白 所以说 加柯德 老师刚讲 西红柿鸡蛋 是修饰汤的 你做的是定语 你鸡蛋做的也是定语 所以说 定语没有服输 西红柿鸡蛋汤 联合做定语 修饰谁 汤呗 修汤呗 这里面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 每一年的考试 都比较愿意考这种连用 大家一定要记住 每一年 它不是一年 每一年的考试 都愿意考这种连用 所以请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年年考试愿意考 年年考试愿意考 这种连用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小心 大家一定要小心 而且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明白了吧 一定要记住这块 懂吗 同学们 千万千万 把这块记准 把这块记准 这是我们关于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来 我们继续 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呢 更重要 883个点 883个点 这个题啊 非常有意思啊 大家注意听 我们有 大 中 小号碗的面条 我们有 大号的 中号的 小号碗的面条 都有 大号什么呀 大号什么呀 large 中号怎么写呀 medium 小号怎么写呀 small 那有人问 老师 你们买衣服的时候 你看一下衣服 后面那个尺码 有的写的是L码 那是大号呗 有的写的是M码 中号呗 有的写的是S码 小号呗 那你得知道 它是哪个词的缩写呀 large L large M medium S small 所以来看 我们有 大 中 小号碗的面条 这是主语 这是卫语 对吧 那么你这个大中小 是面条大中小号啊 还是碗呢 你所修饰的是碗 你是大中小号碗的面条 这是大号碗 这是中号碗 这是小号碗的面条 那这个碗面条加一次 三种形号啊 你们看 大碗 中碗 小碗 那不是三种形号吗 但是你修的是量子 面条怎么算 一碗面条 两碗面条 三碗面条 这是碗 碗是一个什么词 量子 量子加什么 off 再加什么 名词 量子 加off 加名词 大家注意啊 因为你是三种形号的碗 所以碗 我必须加s 没啥说的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题要注意啊 可变得直接是面条了 那面条还能分吗 大面条 小面条 中面条 哪有什么说话的 对不对 下一个 884 你要什么尺码的写 我们就写的尺码提问 咋问呢 咋问呢 我们就写的尺码提问 我们刚刚讲了一个 我们刚刚讲了一个 讲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问题是什么 白同学们记住 我们刚刚讲的问题是就种类提问 有off what kind of 就种类提问 有off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尺寸提问 它没有off what size 直接加名词 这块大家 可千万别错 我再强调一遍啊 就种类提问 what kind of 就尺寸提问 what size 直接加名词 你看 你要什么尺码的鞋啊 what size shoes would you like 直接接了一个鞋 可变加off 加off可麻烦了 那有人问老师 能为啥再一次 那不得买一双鞋吗 那还能说一个穿的鞋 一个罐子鞋 这不行吗 what do you like 想到 把物的提前构成一般疑问句 这个结构就是 特殊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 玩活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来继续 那你们有什么尺码啊 你问我 服务员问我 你要什么尺码就行 那我就问他 你们都有啥尺码的 你说说我听听 你们都有什么尺码的呀 哎 那看 一个鞋店里面 他不能就卖一个尺码的鞋 他一定要卖好多尺码的鞋 what sizes 看见没有 好多尺码的鞋 可数吗 必须可数 必须可数 那你看 你们有什么尺码 what sizes do you have what sizes do you have 你们都有什么尺码的 你说说 我听听 哎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size 一定要size 但是单纯一个人去买鞋的时候 这个size不能讲 那你说你多大小啊 老师我是40码的 买40码的鞋 你买40码的吗 你不能说 来个40的 来个41的 来个45的 那你看啥呀 但是我反问服务员 我说你们都有什么尺码的 给我报一下 我们有39码的鞋 40码的鞋 41码的鞋 都可以报 来 886 我们有胡萝卜面 啥重点呢 胡萝卜面条啊 这属于啥呀 名词也用啊 胡萝卜是什么 做定语啊 定谁啊 定面条啊 两个名词也用 胡萝卜是定语 做定语的词没有服输啊 用原型 那你看 我们有胡萝卜面 We have carrot noodles 说老师 胡萝卜可数吗 可数吗 可数也不许加S 可数也不许加S 二组就能接中 887 我们要写 这个统一句 你刚才这胡萝卜 是不是潜着定语 老师啊 老师什么叫潜着定语 潜着定语 就是放在名词之前 你看 胡萝卜就是面条的种类吗 啥面条 胡萝卜面呢 那么第二种情况 后置定语 我现在不想把胡萝卜往前放了 我要把胡萝卜往后放 行不行 必须行 干啥不行呢 干啥不行呢 我想做潜着定语 我就潜着 我想做后置 我就后置 怎么不行呢 那什么呀面条 带胡萝卜的面条 加个接词不就完了吗 这个面条里面 带胡萝卜 啥区别呢 同学们 啥区别呢 前置定语 用单数 后置定语 用复数 可数名词 必须用复数 假如你要是不可数 那可以啊 不可数就无所谓的 那么你要是不可数 我就不怕了 不可数圆形吗 明白吗 可数我就用复数 不可数怎么办 我用圆形啊 你看看 圆形不就完了吗 那咋说呀 我们有面条 啥面条 带着胡萝卜的面条 你这主要借词端语 做后置定语 修饰面条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前置定语 直接修饰名词 后置定语 得加个借词啊 你不加借词不行吗 你不加借词 直接把这个胡萝卜 放在面条后面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扣你啊 扣你分 怕不怕 怕你就干净些 我们有面条 啥面条 withcleros 带着胡萝卜的面条 这不是玩活吗 是不是同学们 我再强调一遍 前置定语 不加借词 后置定语 给我加借词 老师我不想加 不行 不行啊 我想要鸡蛋面 来 我们再练一个 鸡蛋面条 鸡蛋做定语吧 就是面条吧 前置定语吧 用圆形 单数 看 I would like I could know this 我要鸡蛋面 面条这些复数 鸡蛋用单数 为啥 因为它是前置定语 我先写上前定 前置定语 用单数 来 给它换换码 先写面条 后置定语 带鸡蛋里面 下个借词 其他怎么办 用复数 你们看 前置定语 用单数 后置定语 用复数 前置定语 无借词 后置定语 有借词 你看多重要 再给你背一遍 前置定语 用圆形 前置定语 用单数 后置定语 用复数 前置定语 不用加借词 后置定语 加借词 不加借词 我就扣五分 看到了吗 前置定语 无借词 用单数 后置定语 有借词 用复数 那起来 我想要 带期待的面条 I would like noodles miss egg miss eggs 一定要加ice 借词 复数 明白 同学们 能懂吗 1 7 9 9